無外操場排隊人籠 黎明一聽到發放免費防疫物資 一大早就來卡位 但零的不是口罩酒精 是這一張額文檢測卡 大家一拿到手都很好奇 立刻將黑色晶片感應區 貼在額頭5到10秒 就會出現36、37或38的數字 額文槍和額文卡相差 0.1度但將到底準不準確 我們實際請專家幫我們解說 他沒有醫療器材的核准字號 所以他這個檢測出來的溫度 應該是做參考 我們是判斷正常跟不正常 所以不用拘泥小數點 醫師公會理事長強調 額文檢測卡不是醫療用的器材 但和額文槍相比 準確度其實相差不大 不過額文槍只要花1秒 測量卡要10秒 因為口罩現在政府有幫忙協助 所以民眾還買得到 但是額文槍完全是買不到 剛好開學嘛 然後這個體溫檢測是很重要的 讓小朋友啊 讓家長能夠隨身攜帶 雷掌自投腰包4萬塊 製作2000張額文卡 疫情緊張時期 根本買不到額文槍的情況下 檢疫額文卡 民眾能隨身攜帶 掌控是否有發燒症狀 也算另類防疫小物 第二場觀看 謝雲珍 台中採訪報導 無法被刺激 跟同學 都是 是 到 召集